唐太宗 国力和军事都得到了极大的繁荣,成为历代王朝中的佼佼者。 但唐太宗晚年却广招美女,充斥后宫,过着荒淫无度,奢侈泥烂的生活。 公元649年,由于乱石炎年丹药,52岁的李诗民不至身亡。 李诗民据照李诗民虽然驾崩了,但他却给李治留下了诸多后宫家力。 李治又是怎么对待这些后妃们呢? 李诗民老了虽然过着花千九地的生活,但有名分的后妃却只有十五个。 他们是,长孙皇后,韦贵妃,杨贵妃,艳德妃,郑贤妃,徐贤妃,杨妃,殷妃,阴妃,杨洁妃,杨洁妃,韵妃,杨洁妃,韵昭,韵昭荣,萧美人,古台人,崔台人,萧台人和王氏。 长孙皇后,长孙皇后,长孙皇后深得李诗民宠爱和器重,她是出了名的贤后。 在李诗民还是秦王时,便嫁给李诗民为妃。 李诗民称帝之前,她极力拉拢唐太宗里渊的妻妃们,让他们支持李诗民。 玄武门之变时,又是她亲自免为参与行动的将士。 李诗民做皇帝后,长孙皇后时时委婉地指出,李诗民在政治上的失误,并巧妙地保护朝中的能臣中将。 真冠之志,她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 可惜,她给李诗民留下三子四女后,便在三十六岁时刻然尝试。 此后,李诗民在未立过皇后。 唯贵妃巨赵二,唯贵妃。唯贵妃唯贵是将门之女。 据考古专家发现,她也是重后妃重个子最高的一位。 唯贵在嫁给李诗民之前有过一段婚姻。 她的丈夫李诗民早年返随,结果兵败被杀。 由于她父亲是世袭的云国公,她才好歹逃过一劫。 后来,李诗民攻下洛阳,为了拉拢名门望族,便迎娶了违规。 玄武门之变后,李诗民登上了地位,将违规封为贵妃。 违规给李诗民,生下一子二女。 其中,儿子既往以身财好横溢,深得李诗民喜爱。 因此,摩以子贵,违规也颇得李诗民器重。 在长孙皇后去世后,违规虽无皇后之名,但他却因为分尊贵,代行皇后之责。 李诗民去世后,违规被尊为继国太妃,随即往李渗到藩帝养老。 度过十六个春秋后,六十九岁的违规,走完了他人生的路程。 随后,陪葬昭灵。 他的灵寝,是众多陪葬墓中规模最大,离昭灵最近的墓。 可以说,他在李诗民去世后,理智待他还是不错的,算得上福分高的先帝后妃。 杨贵妃聚招,三,杨贵妃。 这位杨贵妃又被称为大杨妃,她是随阳帝阳广的长女,早在李诗民被封为秦王时,已聘的第一位妃子便是她。 她为李诗民生下吴王李克。 由于李克在诸皇子中与李诗民最为酷似,母乙子贵了她,自然也备受宠爱。 长孙皇后去世后,李诗民一度想立她为后。 但朝臣都以她是王国公主的理由反对,最后只得作罢。 她引以为傲的儿子李克,最后也冤死在长孙无忌的手中。 她亦受其牵连,并是与李诗民之前。 雁德飞俱招,四,雁德飞。 雁德飞也是将门之女,其祖上数代都是军事上层贵族。 雁德飞不光出身高贵,她还精通文史,善于文词,是当时名造义时的角色才女。 李诗民为秦王时,将其礼聘入府,封为贵人。 李诗民做皇帝后,受封雁德飞。 他先后育有二子,赐子妖者,长死月王李甄德财过人,被诗人诞为东士之王。 李诗民去世后,雁德飞被尊为太妃,并随月王李甄远赴帆帝养老。 雁德飞曾驻武则天的五品财人,再加上他为人温阳公姐,得到了李志和武则天的尊敬,不光经常受邀入宫聚会,还在李志泰山封膳时,与武则天一道,参与了这一盛大的祭祀典礼,可谓荣耀之极。 六十三岁的雁德飞定逝不久后,岳王李甄喜兵凡武,兵败被杀,但武则天并未因此足止雁,德飞陪葬昭陵。 五、郑贤飞。 史上关于郑贤飞的记录极少,只说他武子,陪葬昭陵。 徐贤飞俱照。 六、徐贤飞。 徐贤飞徐会不光生的美,文采也是仲飞中最佳。 他不光知识渊博,文思敏捷,下笔成文,还是个称职的女剑官,数次指出李世民为政的不足之处。 因此,李世民待他自然与其他嫔妃不同,常常命他半嫁左右。 李世民去世后,二十四岁的薛惠优思成吉,为求素死,不肯一致,不久便杀手人寰。 李治感念徐贵对李世民情深义重,春风他为贤妃,并将他葬云李世民昭陵的十世中。 徐贵一世仲嫔妃中,唯一与长孙皇后列传的一位。 七、杨妃。 戏随杨帝之女,生子赵王李福。 李世民去世后,被封为赵国太妃,随李福入藩帝养老,死后陪葬昭陵。 八、殷德妃。 殷德妃本是李世民仇人的女儿。 当时,殷德妃的父亲殷世世,不光杀了李世民的右弟,还挖了李渊家的祖坟,毁了李渊家的家庙。 显然,这对一心想见国立业的李渊父子来说,是大大的忌讳,因此,李世民杀了殷世世。 可以说,两家的仇恨不共在天。 殷德妃先是冲入秦王府为奴,后来由于颇有自容,被李世民弄为妃,在宫中微分显贵。 不过,由于殷德妃所生让儿子李渊发生叛乱,殷德妃受到牵连被降为贫。 此后,便再也没有关于殷德妃的记录,疑似陪仗招领。 九,杨洁瑜,为昭荣,萧美仁等。 像杨洁瑜,为昭荣,萧美仁等。 由于没有子嗣,只能屹立居于太宗别妙重圣公为你,待死后陪荡昭陵。 武则天俱诏时,武才人。 不过,也有个不安分的尼姑,就是武才人,也就是后来做了女皇帝的武则天。 武才人在李世民在世时,并不得宠爱,在家上又无子嗣,位分不高,未来只能乖乖做你姑。 不过,武才人一向对生活有着主动性,他早在李世民生病期间,利用照顾病中的李世民与常常来探病的太子。 李世没来眼去,成就了一段露水姻缘。 李世民去世后,武才人果然被剃了头发,在赶夜寺做起了尼姑。 但他没有安心诵经,反而给李世写了一首情诗,正是这首情诗打动了李世,李世把他又接回了皇宫。 他回到后宫后,先后除掉了王皇后和萧淑妃,成为后宫一姐。 然后,他又想方设法,除掉了长孙无忌等,阻碍他做皇后的大臣,最终成为母一天下的皇后。 带李世去世后,他独掌大权,拉拢朝臣,打压李世子弟,最终坐上了皇帝之位,成为人生大赢家。 参考史料,新唐书资至通建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